来源挑灯看无钩 据财新网报道 在最高法院主导下 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将于2024年1月上线运行 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仅供法院人士 在内部专网检索裁判文书 其他人无法查阅 这意味着中国裁判文书网将不再存在 其实早在2021年就出现了这种迹象 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文书量断崖式下滑 今年更惨 2021年上网文书达2300万余份 如今已近年关 2023年已公开裁判文书仅300多万份 不但新增案件减少 就判决也不断被撤下 现在大家的担忧 终于在今年冬季最冷的时候变成了现实 中国裁判文书网于2013年7月开通 今年正好是裁判文书网上线10周年 10年来裁判文书总量超1.4亿篇 访问总量达1078亿一次 被视为司法公开的重要一环 法制进程的重要一步 万万没有想到 却在十周年之际迎来了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绝唱 透明是法制的最基本的要求 审判公开是国际公约的规定 也是世界各国公认的诉讼原则 司法原则 裁判文书公开是审判公开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 所以当年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 对法制透明度有承诺 才建立裁判文书公开制度 而公开裁判文书是保障司法公正 遏制司法腐败的一道屏障 因此公开裁则文书 不仅是我们对世贸组织的承诺 更是法制精神的体现 全民所付 公开裁判文书 就是为了让百姓看看 法官是不是依法判决 如果不公开了 让法院内部自己监督自己 法官岂不肆无忌惮地往法裁判 法制社会至少要保证 老百姓的执行权和监督权 这是底线之一 谁没见过哪个法制社会 竟然连裁判文书都不敢试人 一边倡导建设一个法制社会 培养人民法制意识 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却一边不公开裁判文书 这不矛盾吗 以前我们开通裁判文书网 是我国司法改革 一张亮丽的名片 2016年8月30日 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瑞评 裁判文书公开 让公平正义该文写的 裁判文书公开 所代表的司法公开 可以全景展现 一个国家解决纠纷 和冲突的技术与伦理 大大提高人们 对公平正义的信仰和尊崇 将人民法院每天审结的 数万件案件的裁判文书 第一时间推送在互联网上 以一个个鲜活的案例 来展示中国司法的裁判标准 以一个个鲜活的案例 来展示中国司法的裁判标准 是近年来 中国司法公开的重要举措 2016年9月1日 最高法公众号也发文 裁判文书公开 向世界贡献中国经验 裁判文书公开工作 意义深远 责任重大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将始终牢记 司法公开永远在路上 始终紧紧围绕 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把社会各界的支持鼓励 转化为前进动力 继续埋头苦干 扎实工作 不断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 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各项工作 为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当年 我们对裁判文书公开的评价 如此之高 今天却要关闭裁判文书网 让裁判文书 变成法院人员的内参 这岂不是自我否定 前后矛盾 难怪裁判文书 不再对外公开 舆论一片哗然 一面倒的质疑和反对 甚至有网友表示 辛辛苦苦十余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我突然想起了 人民日报副总编 卢欣宁应北京大学邀请 他在北大演讲时 说的一句话 我唯一担忧的是 人们已经不再相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